游客乘雙乘隊依序進入園區 當連假期間 民眾前往宜蘭的各個景點遊玩 只是人潮已經不比以往湧起 明明正值假期 大街上遊客稀稀落落 顯得冷清 清水地熱 不少人阻擔順便野餐 但人數明顯少了許多 遊客減少 旅宿業者也很有感 7月暑假旺季 不樂觀 訂房率預估兩成以下 宜花洞被認為是同一條觀光產業鏈 根據假日車流分析 過往到花蓮民眾 百分之六十五會經過宜蘭 零四零三地震過後 重創東部觀光 東路離假期間 往宜蘭的國務車潮大不如前 業者反映花洞十一的觀光旅速 補助 宜蘭卻只獲得五百萬的行銷費用 大家氣得跳腳 喊話要縣府聚收 宜蘭縣府也表示 希望中央在不影響 花洞國旅振興方案的前提下 能夠擴大補助的範圍 不然一樣 梅蘭潮 補助卻落差這麼大 希望可以比較台東辦理 提升櫻花洞整體的觀光信心 三天新聞黃國旅 黃正傑 宜蘭燦報導